理财学院的课程 那今天市场走了一个变量 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 对吧 就早上大家都看到我的观点 我说我早上的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变量 基建地产资金的回流 就基建跟地产 那么实际情况就是这个基建地产资金的回流 把这个上证指数又给顶上去了 就又冲了一把 对吧 这个是唯一的变量 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个唯一的变量呢 因为从整个市场目前的成交量上来讲 对吧 今天早上的成交量也就四千多亿的成交量 对吧 四千六百亿吧 差不多 四千六百亿不到一点的这个成交量 那这个成交量 就包括昨天只有七千五百亿都不到 全天对吧 就这个成交量 你们肯定会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成交量是不能够让整个市场更上一层楼的 就我说的是更上一层楼 就第一个没有铺涨行情 第二个不可能 就有点像最多是轮动 然后存量博弈会很残酷 对吧 大部分的股票也没什么太大的机会 你更不要说指数能够起头并紧 所以呢 唯一的变量就是因为地产连续有这个利好 昨天大家晚上又看到了这个地产的利好 就是各个银行对吧 等于说给了这个叫做万亿纾困的这种利好 那这个利好目前来讲还是针对于供给端的 反转逻辑用你的反转逻辑是要建立的 建立在需求端的 你供给端只是纾困 那需求端才能够真正让行业重新的这个就是 复苏或者说行业能够出现拐点 现在没看到没看到那我觉得 我就不去做过多的关注对吧 不是说权重股不好 也不是说我看不起权重股 或者说认为权重股没行情 因为本身权重股位置比较低 估值比较低 你说要做修复 有政策的预期 有政策的这种扶持 那可以的没问题 但是修复跟行业反转是两件事情 对吧 你说房地产行业现在就要反转了 我现在看不到水平有限 所以我也不会去碰 对吧唯一我说大家如果要做的 那就弹性票你可以去搞搞 对吧 当然你愿意做弹性票你可以去搞搞 然后呢 还有就是做这个服务的 对吧 就是房地产服务的 就是类似是那个 那个叫物业的 物业类的个股 对吧 那么特发服务啊 这些对吧 这个每次都能轮得到 还有一个呢 就是港股 这个房地产这块呢 肯定是港股那边会长得更好 碧桂圆啊 龙虎啊 这些对吧 包括港股的一些服务 这个房地产服务 服务业的这种品种 因为他们跌的够惨 跌的够多 所以呢 那边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去做港股 所以呢 给不了更好的意见 因为那边实际上就是 上一节课我也专门讲了 对吧 后面可能作为明年来讲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跌的产的股票 明年的机会很大 对吧 比如说股价已经跌了 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八九十的 那这种只要有风口就会涨 对吧 而且涨起来就是翻北 那么没有风口的 他以你要指望他怎么跌 也跌不下去了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这家公司本身没有造假 或者他就是他股价的下跌 不是因为造假 或者说是有些恶性的事件所造成的 对吧 更多的可能就是他本身体量小 受疫情的影响 或者说本身行业 这两年发展的一般般 对吧 或者说业绩有所退破 那这种是正常的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 总有高光的时候 总有低谷的 对吧 就是也会有一些受外因 内因的一些干扰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你跌的足够多 就是你的预期差就出来了 就是当你跌的足够多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好 市场就会把你当做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标的去认知 所以呢 在站在明年的角度上来讲呢 我认为就是跌的足够产的那些 这些股票机会会非常的大 还是还是原来这句话 就是在新能源赛道当中涨了 或者说过去两三年 涨了五到十倍的股票 全部删掉 不看了 因为性价比太差了 没有什么更好的性价比 你说他已经涨了七八倍了 你还指望他怎么怎么涨呢 后面对吧 所以那些股票实际上他是每一次反弹 包括昨天你看新能源赛道反弹 今天就是又又灭了 对吧 我昨天的原话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啊 我昨天的原话是 昨天涨幅靠前的 那今天大概率就是靠在跌幅 那反过来 昨天跌幅有跌的 对吧 什么物业管理啊 这些本就是跟物业相关的 对吧 你看这里面你去看一下 就是跟物业相关的 就房地产里面跟物业相关的 这些都还行 对吧 像就是这种都是小票嘛 那么 昨天实际上跌的是什么呢 昨天跌的是比如说这个 就是基建 对吧 昨天基建不是大本期吗 那今天基建就回来了 对吧 昨天房地产反快的还行 因为它有利好刺激 说冲高回落 那么其他包括昨天这个什么 就是不是不是没看 我昨天的这个那个叫什么 银行保险也也是跌的 对吧 那昨天的银行保险也是跌的 今天也是涨的 昨天的券商也是调整 对吧 那这些东西就是 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市场的成交量 它只能维持轮 那么这个轮呢 现在变成什么轮 以前之前是什么呢 就是 题材板块论 比如说 昨天医药资金回流 那么相对来说 这个软件性创就差一点 对吧 那今天变成了什么呢 今天变成了完全的二八分化 就是二八分化 就是权重价值上 其他股票全部跌 或者其他板块都是跌 因为现在这个成交量转不过来 那你想 以现在这个成交量来讲 对吧 8000亿的成交量 比如说今天可能就 8000亿的成交量 那8000亿的成交量 甚至8000亿都不到的成交量 你要变成二八效应 就是这个整个市场的二八效应 对吧 大盘白线在上黄线在下 那很有很清楚的一点 就是提财股会是一个红吸效应 就是提财股里面没钱了 被挤出去了 那挤到权重物理去了 那当然市场就会走得很差 对吧 所以今天北疆资金早上流入了33个亿 基本上全部贡献在 这个大的权重板块里面了 然后银行板里面出了一个涨停板 对吧 就是青岛银行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青岛银行在港股 港股那边青岛银行 最高的时候好像涨了50% 我盘中瞄了一眼 涨了50% 那现在应该也有40%多 中午收盘我没看 因为这个 那当然就青岛银行就被顶上来了 而且港股那边涨的都是中小银行 就小银行 都是小银行 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浙商 浙商银行宁波银行 就是小银行涨的比较多 那么银行板块也是一样 就是估值低嘛 低估值嘛 对吧 我们的村长反正也喊过话了 就是要对国有企业嘛 资产的这个估值 对吧 重新这个塑造这个 他们的这种估值体系嘛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对 对这个国资吧 有国资背景的央企的 对吧 要估值重塑 其实就这个意思 那么既然 既然我们因为我们 国内的A股市场嘛 都是政策为主的嘛 就实际上说白了这政策时呢 如果是有政策预期的 有这个比较鲜明的管理层的意图的 那么肯定是短期这个方向会反反复复 对吧 当然呢 按照字面理解是这样 然后按照市场理解 我再说一下市场理解 市场理解有两种 我跟大家讲一下 哪两种呢 第一种如果涨到权重了 就是比如说28行情了 现在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嘛 这不是28行情吗 对吧 今天2吗 8吗 涨到28行情了 第一种是反弹的尾声 是反弹的尾声 就是这一波反弹 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你看长到大的权重了 都没把指数给顶上去 照规矩说 你涨到现在这种情况了 指数应该是3150了呀 对吧 也顶不上去 好 这是因为成交量的关系 说明了没有更多的资金 愿意去跟风 对吧 除非你不断不断的 这个国家的买买买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了 就是我们讲的叫反弹的尾声 拉权重 权重拉完就结束 对吧 这是一种 第二种 是一轮行情的中场休息 什么叫一轮行情呢 比如这个地方就是第一点了 行情已经起来了 然后现在呢 在这里做震荡 做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干嘛呢 权重股出来再搭一次台 搭完台 后面再往上拉 对吧 叫中场休息 那现在你说一定是判断是中场休息呢 还是说直播反弹的进入到尾声呢 我觉得尾声的概率偏大 可能尾声的概率偏大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对市场的理解来讲 我觉得尾声进入到尾声的概率偏大 然后如果说是进入到尾声 因为主要我认为 比如说月线 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 对吧 从月线的角度上来讲 我认为现在是五约均线还是反压的 那么正常来讲 第一次反压以后 它应该还要回一下 所以技术层面上来讲 即使现在中置头也好 包括基建啊 这个银行保险啊 对吧 就是金融啊 地产啊涨啊 那他们后面 依然还要回的 如果他们再回一下的话 那么也就只说还要 有一段回调 其他的板块个股呢 本身位置也并不是很高 对吧 除了其实就是 除了新能源赛道的位置相对比较高一点 其他板块 你也不能说它高 对吧 然后你要说医药高啊 也不高 医药就是这波做的 做的这个 就是这波反弹 涨得比较多一点 对吧 医药医疗 然后软件什么位置也并不高 那当然硬件 半导体也不高位置 对吧 半导体的位置也并不高 也并不高 所以都这里也都不存在说有更大的下跌空间 医药也是一样的 医药也是一样的 相比较那之前的位置也不算高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更大的下跌空间 那么软件也是一样 软件也是一样 不会有更大的下跌空间 不会说软件又去长新低了 这个部分 那么软件这块 反正我就跟大家画的 这个周线 不是 那个是在信创里面 对吧 信创的周线 想找出了 看一下 信创 信创的周线我画过了 对吧 最好能够调到这里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种节奏的话 正常来讲 就是 指数层面上 还是要 就是 这里拉上去以后 后面还要调的 还要调的 所以呢 如果按题材来理解 现在权重的上涨 就是金融地产基建的上涨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过渡性的板块 就过渡性的板块 然后呢 基本面理解 那就是估值比较低 对吧 它需要修复 然后市场面的 就是市场面的这种 理解 对吧 就市场面的这个理解 那就是反弹的 和尾声阶段 在把权重板块的拉一下 就大概这个意思 因为像 就有点像这个 如果现在只是理解说 它是空中加油 这里加完油以后 马上就要上去 可能还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吧 对吧 当然这个 有这种概率 但我只是说 个概率比较小 那么昨天正好在其他地方 讲课的时候 也讲了点这个玄学 当然我们不是推崇玄学 但是 有的时候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 对吧 上次跟大家讲了 春节的 这个 这次春节 对吧 又有一个 这个国产的片子上映 对吧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流浪地球二的海报 就知道了 然后呢 很巧 就是 前两天不是我们的人民网 也在宣传 对吧 就是影视 海外的一部影视剧 对吧 也要在12月 阿凡达二 对吧 阿凡达的二也在12月16号上映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阿凡达二的海报 他就是一个层底飞跃 你去看看他的海报 对吧 就是 这个层底飞跃的这种感觉 那12月16号 我上一个节点是在11月16号 对吧 我跟大家讲的 11月16号 大家一定要小心 15 16号要小心 对吧 要注意控制仓位 规避风险 那么现在来看 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时间点 就时间点很重要 不是说他要调多少 而是时间点很重要 时间点在12月中下旬 就是12月16号 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就是 层底再回升 层底再回升 所以不急 我觉得不急 本身现在也是月末时间点 大家看看这两天的这个市场情绪指标 你就知道了 对吧 一直是在底下混 一直是在底下混 今天又是将近3000只股票要下跌了 对吧 3000多只 下跌 3200多只 所以这两天市场的转型相应很差 然后本身是处在一个题材的 退潮期 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下 就是 这两天有很多人问 对吧 问 这个 怎么理解短线 对吧 怎么理解 其实呢 我觉得讲短线有点笼统 讲短线有点笼统 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交易 所以经常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老觉得人家做短线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以前你们我做线下活动的时候 我们肯定有老学员听过了 对吧 那我 我不跟大家举过例子 我一个朋友 对吧 这就是 应该是 宁波感死队的老成员了 对吧 我们关系挺好的 对啊 那人家就是 住在上海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跟中东套房呀 一住就是一年呀 对吧 那人家就是做短线的呀 没有不好 你能赚到钱都是好的 只是你适不适合 对吧 就是它是一个适合跟不适合的关系 但是呢 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 归结为短线 那我在这里跟他举个例子 好 就举个例子 对吧 那天大家还记得 就是 基建板块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有学员问我呢 对吧 就是你也问了我了 就那天基建板块起来的时候 我为什么就是在权动起来以后 因为基建里面有很多中字头 所以我会选择做基建 对吧 我会选择做基建 然后呢 包括 对基建资金的回流 我今天也讲了 昨天其实观点 昨天晚上的观点 跟今天都是一样 就是当医药 医药肯定是走不出连续性 因为你们是 因为我们是今天的课 昨天我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 就讲过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 那当时我们就复习一下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 昨天我讲课的观点 医药我说 就是 他不是连续两根阴线吗 把这个地方跌破了 我在这里划过线的 这个地方不跌破了吗 跌破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是划线 那 他 连续两根阴线 昨天出了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呢 看上去之后 个股还行 对吧 但直接反弹力度很弱 为什么 第一个 没过这个 连第一根阴线的二分之的位置都没过 然后呢 成交量也不行 你明显看的是像反抽 对吧 如果 如果我不把这个K线打出 今天不看 那就反抽吗 那这个反抽呢 肯定是很弱的 不用看了 这种反抽就不用看了 对吧 他肯定没有什么持续性 所以呢 一旦医药今天早上又是 比如说昨天涨停的伊林嘛 对吧 今天直接离开的嘛 溢价都没有的 对吧 众生这种都是这样的 那你就知道 今天肯定是不行了 对吧 就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观察 就我做了预案 但是只要早上看到集合进交不行 那就OK 肯定不行 那好 医药不行 那就无非就是两个地方有回流吗 第一个回流是什么呢 我昨天也说了软件 软件你看 他已经在这一轮行情当中 11月份专门讲课的时候也讲 对吧 电视节目当中也讲了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两根阴线 当他出现两根阴线 你就知道不行了 这个板块肯定不行了 对吧 就软件板块不行 那无非就是今天软件板块 能不能反抽 反抽一下 对吧 有没有反抽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反抽其实就是看这两个了 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或者反抽 或者时应回流 今天早上他开的不行 深沙打开的不行 对吧 还有个98的南天嘛 南天比深沙打稍微好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强 你看从开盘来看就不是很强 就这两个嘛 对吧 就类似中军这样的 那像这种就不用看了 003004这种 肯定是没法看的 对吧 所以他直接又是 就是又是跌停 那么这种就本身代表着今天软件板块肯定也相对比较差 那么唯一的唯一的就是唯一的市场资金有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回流的方向就是基建 对吧 所以我说了他今天有个变量就是基建板块在带指数冲 实际上因为早上地产就很强嘛 对吧 因为地产有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判断就是基建了 就是基建了 对吧 所以那就是基建 所以有人去打了弹心票 有人没打弹心票 那我专门讲过了这个中国交建的事情 对吧 当时我说第一个掌停板拉出来的时候我就讲了 交建实际上就变成一个中军了 因为 因为这种股票掌停他肯定不是小资金能推的 对吧 当时大家都知道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什么中国建筑这些大的东西都都动动了 还有中旅国具对吧 这个这个是中国中铁对吧 还有那个叫什么中旅国具 中 中旅国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旅国具 就对吧 当时这天没有涨停 第二天反包的 我们讲课的时候讲的涨反包的 对吧 那么就这种你就知道 这个肯定是大的资金在干的 因为他不可能 你就是就有点像这么多的中资偷偷涨的 那我再不认可行情 就是我在自己心里面觉得 哎呀 这个又是对市场伤害很大的 但是不影响交易 对吧 今天我专门发了一篇 当然这篇东西不是我原创的 我改了一下 我说一下 我我发的这篇东西不是我原创的 就是发到我们颜客群里的 不是我原创的 就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一定说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的 我也不会瞎讲的 这些这篇东西不是我原创的 我改了一下他当中有内容改过的 对吧 我觉得改了一下 更适合我们去看 我自己去看 他不他因为原创的东西有点极端 讲的就是 语句当中 有些东西比较极端 太极端了也不太适合我们看 所以我改了一下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 我是跟大家共勉 其实大家都是跟在 是跟市场在学习 只是我 我更 可能经验更丰富一点吧 只能这么说 对吧 所以我说 有的时候 为什么小白他老觉得 你不是不看好吗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了呢 这就是 我说了 这就是你很low的地方 对吧 不看好 跟能赚钱是两件事情 就像我们选股跟买卖是两件事情 一样你要把它分开来 就像 哎呀 我今天晚上选了五个股票 那选了五个股票 就是不是一定要买呢 不是的 我要看明天哪只好 我才买 或者哪个符合标准 我才买 所以他选股跟买卖 它是两种状态的 对吧 或者是他不是两件 就是完全相等的 就不是说 我选了一定要买的 选了可以不买的 那也一样 就是你不要认为 别人说这个东西不看好 他就不要买 不是的 而且这里面也是一样 就像我也不看好 新龙院赛道呀 但不妨碍我看好 皮梯同胞呀 不妨碍我看好 电池呀 纳电池之类的呀 对吧 所以 而且正好是周一嘛 对吧 周一人家问我 看好什么 我当时就说了 看好纳电池 看好纳电池这些东西 对吧 皮梯同胞 如果你有心开车的时候 听到我的观点 对吧 我没瞎说吧 有心你周三开车的时候 听到我正好 听到我中午的观点 那是不是 昨天涨的都是他们了 那为什么我周一就能判断呢 对吧 那为什么我周一就 第一个 我大概知道节奏 就每个板块的节奏 我是知道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运气成本 但至少我是 我是说新能源赛道 我不看 是不看那些 涨了五到十倍的 对吧 还是还是那些 锂矿啊 锂电池之类的这些东西 我不看 整个车我也不看 但不妨碍我 看好它的分支 对吧 所以听话什么 你这个听人家的观点 你要仔细听 然后呢 我也说了 我不做银行 我不做地产 对吧 我没说过 我不做基建 所以基建一出来 我就讲了 然后那天 你们都知道的呀 对吧 有人问我 我说交建 我说交建 这涨停吗 对吧 涨停 涨停 我说肯定不出的 第二天冲高再说 其实我说 第二天都没有冲高 当然你第二天也可以走 走了 今天再去买回来 早上再去买回来 有人可能不信 我也这个没办法 我自己的朋友 我今天早上就叫他买的 当然他不是买的这只股票 买了另外一只股票 也是也是中指头 就像他买的呀 买了人家 来谢谢我呀 我就 我就 我就周三那套泡的呀 泡完了以后 我昨天因为要看一下嘛 我一看昨天引线出来了 今天只要不破引线就能买 对吧 早上 早上中程一涨停 我就跟他说买呀 马上买回来 买回来呀 对吧 因为他是不做中程这种股票的 人家 人家做中指头大票的 买回来呀 手里有地仓的 差价随便做的呀 是吧 所以那你看 交界就是 他是一个 就是中军票 你现在大家可能 现在就明白了 他是个中军票 对吧 那既然他是个中军票 那么也就是 你只要把握这个节奏就好了 对吧 就调的时候 你去低息 我说一到两天嘛 那昨天是第一天 今天第二天 早上 低开的 就直接上去了呀 这里随便买的呀 这种地方随便买的呀 因为你看啊 他在这里的时候 就9点45分的时候 你看中程 9点45分的时候 已经在这里了 对吧 就不要说9点45 就是9点30几分的 中程已经拉到9个多点了 就这种情况了 对吧 除了中程以外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 中国客船 对吧 中国客船已经这样了 已经这样了 就直接涨停了 我因为自己是做了这个股票 然后待会儿 按理分析我待会儿讲 好吧 那你就知道了呀 你赶紧呀 赶紧呀 回流了呀 对吧 赶紧呀 买回来就行了呀 搞个差价就好了呀 对吧 你愿意搞差价就搞差价 所以呢 你要说 我的判断没问题啊 节奏我也没问题啊 那剩下的就是 我讲的这些东西 你是一定要百分之百执行的呀 对吧 就是你知道 他有这个回流的预期 那你怎么来判断 判断中城 判断全科对吧 科船 中国科船 那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台面上来去看 你看完了 有人说我反应不过来 反应不过来练呀 就像开车一样的熟能生巧呀 你反应不过来就要练 反应不过来就要练 不然你对吧 你不要以为啊 很多人说 那个做短线 不是的呀 你说交件也不算短线呀 对吧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 你怎么知道 他就是一波轰轰烈烈的大行情呢 现在没有办法判断的呀 那万一他就是反弹的最后拉中字头呢 他只是说 因为有一个消息面的刺激 然后就是借着拉估值的情况 我们就做了一波修复 可以吧 可以的 那你至少在这个位置上 你买到 你能够什么 第一个赚到钱 第二个能够让你的底仓成本下降呀 对吧 而且你想想看啊 他现在市场有个什么 大的前提 第一个 指数不同步对吧 你包括创业板指数 还在底部挣扎吧 是不是还在底部挣扎 这没错吧 他市场是不同步的 他不是说 我现在就是一轮上升行情 我就可以拿着股票了 他是不同步 第二个 现在的成交量 大家也看到 完全的存量博弈 那存量博弈 你就知道 大部分的板块是没有持续性的 对吧 或者说 板块都没有持续性 无非就是 他能够涨得多一点 还是少一点 就持续性 肯定是不够的 那怎么办 那你跟我说 应该怎么办 那你肯定要透过交易 把自己尽量的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成本降低 第二个就是锁定利润 对吧 你只能靠这个来做 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说 以后的交易会越来越难 以后想 因为现在股票太多了 以前对吧 我跟你讲个股票 我知道 基本上各方面都不错的 好 买进去 比如说因为我也会看大环境 因为我大环境差不多 这个地方 风险小 机会大 好那买进去 他就涨了 以后就不一样了 以后为什么 我跟你讲对了也没有 讲对了为什么呢 下一轮风口不在他这里 在其他对吧 那怎么办 你这股票再好也没有 他就不涨 那有可能要过两年再涨 你是受不住的 就你跟我讲个股票 两年以后再涨 谁跟你玩 对吧 人家股票涨得飞起来 对吧 看着别人的股票涨 我的股票在底下搞两年 谁受得了 没人受得了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用这种 以前的这种方式 去应对所有的这种市场的变化 那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教过大家了 对吧 那 可以做后手 看资金选择 如果资金选择了 我就做 我说句实在话 对吧 我自己做 我做这个 中国科传的 对吧 我赚的又不比别人少的了 我做的 而且我做的是后手 不是做的先手 我也做的不比别人差 对吧 那哪怕是 这个你做 中国交界 对吧 做中国交界 你也赚到钱了 对吧 至少在本周 你可以跑赢大盘了 这我不是在那里吹牛逼吧 星期三讲的 对吧 还有一个 二百分之二十的弹心票 那个叫 那个叫什么 看一下 中间装备 对吧 这是个弹心票 也是一样的呀 也都能做 对吧 所以 这批东西 都是 就是你 你只要说 我知道了 这么多的钱 搞在搞在里面 我哪怕做个后手 我都能赚到钱 作为我们 普通的投资者来讲 就这个是最保险的 就这是百分之百保险的 就钱进来了 我跟你玩 第一波玩不了 我跟你玩第二波 对吧 我找一个分歧点进去 我肯定能赚到钱 这样的话呢 就既 你既做到了市场上的热点 或者主线 你也有一个安全的前提 就是你有个安全的介入点 对吧 别想着老师最低点买进 然后最高点抛出 这个事情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说了 最低点 你没办法买的 你买最低点 你怎么知道那是最低点 哪怕他在最低点前面 再给你砰砰 跌两次 完了 就像抄底港股的人 多了去了 只有很少的人 能真正抄到最低点 对吧 没有那么多钱的呀 抄互联网的人 一年前就抄了 什么结果了 对吧 你去看看港股跌了多少了 还有人天天问我港股 对吧 当然这种历史性的大机遇 你相信你就去做 这个我觉得 没关系 我今天 跟大家讲的 给大家共勉的这篇文章 其实不光是做短线 就是做交易 包括做中长线 也是一样的 就你要坚持自己的方式 让这个方式越来越成熟 你就能赚到钱 别动一郎头 吸一郎头 那边好 你出去那 你搞不定的 十八万五亿 你一样要精通 是不可能的 对吧 A股都没做好 跑到港股去 连规则都搞不清楚 就学人家了 对吧 听了人家一个代码 就跑进去 这种都不是成熟的 你就在A股里面做 对吧 然后我今天再强调一下 交易是肯定要做的 对吧 就是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肯定要做交易 至于明年有更好的行情 那个时候我会讲 对吧 比如说 这个现在你们放心 可以拿了 没问题了 拿一段时间 对吧 或者说有时间的 做的差 没时间拉倒 最近我的观点是什么 不想做短线的休息 是这样做的吧 不做短线的控制 常会休息 想做短线的 你就按照我教的做 我就教了这几样 简单的 其实我懂得 懂得比你们知道的 还要多 但为什么没法讲呢 因为你连最基本的 都学不精 就是你要把一样东西 学精 你才能抬高一个档次 是吧 我自己做也是一样 我不跟大家说 我也懂十几种东西了 对吧 我的模式至少也十几种 但实际上真正让我能够赚到钱的 也就两三种 这两三种的成功率是最高 那就尽量在这两三种里面做 对吧 好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那天不是中产人出来 对吧 其实最早的时候呢 是那个月传媒 月传媒它实际上也是 就是题材嘛 这个题材票 加上什么 就是国企 对吧 它的声位是最高的 它已经走出声位来了 还有一个呢 是标准股份 对吧 它也是国质改革的 标准股份 我是这天找到它 然后也就是说了 那它也涨了 但真正那天启动的时候 实际上最好的是它 是中成股份 这个是谁都知道的 就是这个版 中成股份 中成股份它是最好的 对吧 好 那大家都知道它是这个中智头 国企改革 对吧 然后呢 又是小票 对吧 好 这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筹码 我们看这天 筹码是最好的 虽然没到95% 但是它的筹码单峰密集 是最好的 对吧 11月这个22号 星期二嘛 它的这个筹码结构 是最最好的 也是我的第一选择 但是呢 你们大家学会看 就是你选择的 不一定你买得到 对吧 就有点像我说了 我以前讲 四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它未必是好事情 对吧 如果你觉得好 他觉得好 所有人都觉得好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买不到 一种买到就是坑 对吧 好 那这次的世界杯 对吧 最近不在提世界杯 我也看得头颜眼花天天 那 沙特对阿根廷 日本对德国 对吧 那 特别第一场 沙特对阿根廷 谁都知道阿根廷 会赢沙特 只不过赢多少钱的问题 对吧 赢多少个球的问题 对吧 所以如果去做博彩的话 都会买根廷赢嘛 这就是一致性欲气 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结果来了个大冷了 沙特2比1赢了阿根廷 结果呢 就造成大部分 买的人都是输钱的 是吧 所以 不管什么事情 其实跟资本市场都是一样的 资本市场也是人性的体现 我再再讲一遍 人多的地方不去 四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他一定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对吧 你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还会出奇迹吗 奇迹是你不知道的地方 才会出奇迹 你知道的就不会有奇迹了呀 对吧 所以股市也是一样的 当这个提产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盯着忠诚的时候 忠诚 筹码是好的 但是你要考虑的是他不一定买得到 对吧 然后因为那天我看了隔夜单排名了 基本我知道是买不到的 那买不到怎么办呢 还有一只嘛 还有一只嘛 当天还有一只嘛 就这一只嘛 各方面图形也是很好的 拉板也很结局 他的缺点呢 是筹码不够密集 但是筹码也还行 然后呢他突破了一个平台 对吧 就这个当地方是突破了这个平台 大家看一下啊 突破了这个平台 对吧 是不是突破了这个平台 基本上突破了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 给大家看看啊 看到了吗 我把它放大啊 MAC的新高 看到没有 交货的吧 好 那他就是我的下一个选择 如果中程顶一字版 中国科产是必须买的 买得到是必须买的 那天给了你机会吗 给的呀 给了你机会了呀 买得到的呀 我就结合金价直接打的呀 对吧 而且抬高价格价 那都跟大家说一下 集合金价这个东西就是 你 你想买到 你肯定要抬高价格的呀 对吧 你大概看到价格 那天 他看到价格就9块1毛7啊 在这里这里晃来晃去晃 对吧 那直接就抬高了呀 我是抬高到9块3打的呀 直接就挂了9块3呀 就成交了呀 对吧 所以你就能 你就能看到的呀 对吧 所以 嗯 这点 这点嘛 对吧 他开在9块2毛吧 因为我看他在那里晃的时候 9块1毛7 这里晃 直接直接打9块3啊 那就成交了呀 那成交就是最低价 然后赵婷 昨天基本上就是 一字板换手吧 我昨天一字板肯定不会抛了 对吧 就一字板换手了 我觉得换手更健康呀 那今天他就更强了呀 对吧 好 那讲一下中程 中程这个要不一样 要不一样的中程 那中程人说那是不是船客把中程卡掉了 其实不是 他也不存在卡 因为中程本身就是一个身位板 对吧 就是因为他连续两个一字嘛 他今天肯定要换手的 那肯定要换手 那么那个中国船客呢 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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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船呢 中国科船呢 他因为本来就是换手板 他昨天一字板换过了 所以他今天会更强 对吧 就是走的是加速 所以这个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 你做到先 你一定要明白这道理 我在卡 卡掉他 或者谁卡掉谁呢 一个是一个 肯定是一个弱一个强 不会两个都强 所以他们不存在 至少今天他们不是竞争关系 更多的实际上就是 谁先掌停 谁后掌停的关系 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理解 为谁来助攻的关系 好吧 那么这是 就是你怎么去找到这些东西 能够买到 然后所有的技术都要叠加运用 对吧 所以我说了 技术是给你做参考的 最最最关键的就是你的思维 好 你回过头来看 哎 你说你回过头来看 对啊 都符合了吗 要觉得我那你为什么不买呢 对吧 又不是说我 不是说我没教你啊 我教了呀 对吧 我教了呀 那你不买是你的事情 对吧 你说条件符合吧 符合的呀 买不到没办法 那你买得到你为什么不买呢 对吧 如果你不愿意花时间学习 你不愿意自己去做功课 就像人家问我 有人问 你看好这个股票啊 我说我看好的 对吧 那我就说了看好 那人家说明天多少钱买 我说我不知道的呀 这谁知道 他玩意志版呢 买买什么 对吧 我不知道的呀 而且我说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 不是假的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通过学习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问我 对吧 他只是听了个谁说的 哎这股票不错 明天可能要涨了 他来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 他认为我是跟他有仇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区别 那你学东西你就怎么学呀 我你还要还要让我怎么教 我教的都最简单 你肯定学得会 而且还能用的 对吧 每次都跟大家讲 不用急的 对吧 一个板块 如果真的要有大行情了 你绝对不可能错过了 对吧 如果真没大行情 做不做都无所谓 是吧 这次有弹性票 有中军 那肯定能做呀 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基建 我的选择就是基建 对吧 然后 跟大家回顾一下 星期三的晚上 对吧 你们都看到了 我说 就是 一个是天鹅 星期四 天鹅要打开跌停板 而且是有效打开跌停板 他昨天那种他肯定是不可能涨停的 那涨停又要得强监管了 那肯定会打下来的 对吧 一个是天鹅 一个是什么呢 600613的神期要业 对吧 这是周三网上写的 那第二天都是 打开了呀 对吧 又打开了呀 没有就跌停去 开盘呀 对吧 有效打开 最关键的是什么 我就写了一个 落转强的919 落转强的精灵要业 对吧 就写了一个落转强的精灵要业 好 跟他讲一下 分析一下 对吧 其实你看我就交了两种最最有效果的 一个就是板块出来以后怎么去找容量票 所谓的容量票就是中军 你能不能找到中军 对吧 上一轮的软件信畅是有中国软件做中军的 所以呢 可以做没问题 其他都是弹性 对吧 跟着混就行了 那这个医药里面也是有中军的 伊林 2317这种对吧 都是中军 因为他们属于大票 所以他们不倒 那其他也可以做 没问题 所以你一定知道有弹性有中军 对吧 就这种嘛 前面的弹性票是这个嘛 华生嘛 所以弹性票嘛 对吧 走得很强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包括什么金花 后来五涨的都有 对吧 他们就没走 那好 这次的这个 基建也是一样的 有交建啊 是这里的股票做中军 然后弹性的就中成啊这些 那你你肯定能做呀 没问题 对吧 就每一个板块 你每一个板块出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 有没有中军 有没有弹性票 有你就参与 就就基本上就 你一定是赢钱的概率大 收钱的概率小 你把我的这些话记住 如果这些必须条件你选 选不出来 就这个必须条件你选不出来 那就不要做了 就不要做了呀 对吧 今天我写的那个内容是什么 就是70%的时间是等待 30%的时间是交易 就是你要花70%时间去等待 那个你想要让他出现的标的出现 对吧 就像男女交往谈朋友一样 对吧 我跟我我们家小朋友讲 我说你要目标明确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 你不能是个女生 你就都要找的 对吧 你要有要求 你要有标准 那个标准 直到那个符合你标准的人出现 你才跟他交往就比较好 人家可以不跟你交往 但是至少他已经符合你的要求了 对吧 这什么意思 就像选股一样的 你已经把它选出来了 但是买不进 就是他涨停了 你买不进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 对吧 如果说你把股票选好了 他也让你买进 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那这就是你要有标准 对吧 就你要有标准 那当你有标准的时候 你做起事情来就相对比较容易 最怕的是什么 你没标准 什么都觉得好 那就完了 对吧 一定会有麻烦的 所以当你这些标准都设的特别好的时候 就是往往你的麻烦就会比较少 好吧 那么刚刚我们讲这个精灵样的 对吧 我周三讲的吗 周三讲的 我说就看他落转强 为什么就看他落转强 因为周三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分时 分时 他的分时是上下 然后尾盘拉上去了 拉上去留了一个下影线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尾盘有人抢仇的吗 你看最后集合竞价 抢的吗 对吧 有人抢的吗 好那既然尾盘有人抢仇吗 就这个地方有人抢仇 那就是他就有了落转强的预期 而且他前面13个连续涨停 所以强势不涨过 好我们来看一下筹码 来看一下筹码 眼睛看啊 从18号开始看 19 20 22 对吧 从这里看啊 到这天 这里的筹码是没动啊 这里的筹码都没动吧 到这天 这里的筹码都没动吧 好 那他就具备了落转强的条件 那既然具备了落转强的条件 然后需要什么 当天看 看什么 什么叫落转强 落转强的定义就在于 就落转强的定义在于什么 他不能够大幅低开 不然就不叫于落转强了 对吧 那天既然有人抢尾盘 你看看第二天是高开的 你就知道行了 直接上去了啊 对吧 或者说高开以后回答一下 对吧 就这个你看 这个太快了嘛 就这个太快了 你肯定赶不上 那有两种吧 第一种就集合竞争干 第二种就是回答一下 你去干一下就行了 对吧 好 那是但昨天它是个烂板 那昨天这个烂板 你就知道了今天 你要什么 逢高了结掉的 为什么 第一今天既然是烂板 他肯定是落 对吧 昨天这个板是落的 那今天逢高了结他就行 对吧 你哪怕有人说 我集合竞争就跑 可以了没问题啊 那集合竞争就跑了 反正就锁定昨天的利润 对吧 这就你做了预期了 因为像昨天这个板 昨天这个板怎么有可能再加强 那只有高开才会加强 一般都是低开的 对吧 那小不低开就走了 或者小不低开拉一拉就走了 对吧 但是这笔交易啊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笔交易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你的学习的内容里面去做的交易 所以即使小亏小赢都很正常 因为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对吧 你不能保证每次都赚钱 这就是个概率问题 你看我今天说了吗 我昨天去买这个股票 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有中沙这个高峰会议嘛 对吧 就是在12月头上 有中沙高峰会议 那 那么中沙概念里面呢 有几个是逃不掉的 哪个是逃不掉的呢 第一个就是油气 人民币结算逃不掉的 对吧 第二个就是跨境通貌 也是逃不掉的 就这两个可能是一个主旋律 好那为什么我说一下 就我说我自己的 为什么选它呢 第一个这个股票做了三次的 做了三次的这个 就不对 做了三次的涨停嘛 这里大家可以看 这里涨停 对吧 涨停以后 高开回落又上来 又涨停又去冲 这里又涨停 对吧 三次那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个股票到这个地方结束了 它就下去了 它不可能这么做 对吧 好那首先我觉得这股票会创新高 它一定是上下上下 但是呢缺点在于什么 缺点是它弹性太大是个吃心股 然后呢这是缺点 如果它没有叠加条件 我就不会去买 那它叠加了什么呢 就是松沙概念 就是我说的 油气这块嘛 对吧 好那我想它昨天 因为按照这种 这种情况嘛 我想昨天我拿个先手 应该昨天就能板的 那确实是往上充了 对吧 但昨天没板 还坑了我 大概掏了两个点吧 昨天掏了两个点 哎 今天涨停了 看到了 今天涨停了 所以第一个 我对题材的理解没有问题 第二个我对它整体的走势 资金的走势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对吧 那如果站在昨天角度上来讲 我昨天亏两个点 那今天我赚钱 那说明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去实际跟市场去做交易 你才能够对自己的体系做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对吧 或者说是有没有改进 嗯 比较好结果很好 那就不用改进了 以后都都可以 我最近没有做过任何资金工 唯一就做了这一支 对吧 是因为它有题材叠加 我跟大家讲过 现在资金工很难做的 如果你没有把非常好的把握有题材叠加 是绝对不能碰 对吧 然后今天上午一早我就说了 今这个周五有可能发酵的 因为基建地产这个不是要重新发酵的这个板块了 提产了 为什么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呀 地产有利好 涨是很正常的 不涨才不正常 对吧 然后基建呢 资金可能要回流呀 但无非就回流 哪一天回流 回到哪个地方吗 对吧 那今天提产都灭掉了 肯定是会会基建呀 会权重呀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 稀奇的地方在哪里呢 而不是稀奇 就是有预期它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周末有可能发酵的这个中阿的这个峰会 对吧 中沙的峰会 对吧 就跟沙特的峰会 然后 有两个地方是逃不掉的吧 对吧 一个就是油气 一个就是跨镜头 对吧 或者说是跨镜支付 那么油气呢 本身呢 已经有所表现过了 你在昨天那个贝口能源之类的涨停过了 对吧 但是 因为我看一下开盘也不是很强嘛 对吧 开盘不是很强 那我觉得这个搞过一下了吗 可能要去搞搞跨镜通这种 对吧 所以呢 我专门写了 对吧 早上大家都看到了 我画了个括号的对吧 写的是跨镜 跨镜通 对吧 跨镜支付 那早上你就要盯了吧 因为在这里面是有一个股票就叫跨镜通的 对吧 就叫跨镜通的 对吧 就有一个股票叫跨镜通的 对吧 大幅高开 给大家看看 早上几天就有人抢了 对吧 就有人抢重网了 那这基本上逃不掉了 对吧 基本逃不掉了 所以他很快就上班了 而且位置很低 对吧 就逃不掉了 所以我实际上我都是送分题 我都写的送分题 应该这么说吧 我不能说自己什么 也不是什么省啊 之类的吧 但我对板块的理解跟节奏 相比大部分人还是领先一点的 这个我也不谦虚 你仔细看我写的东西就知道 我不会乱写的 对吧 而且就是明明确跟你讲的 但是你说哪只股票涨停我也不知道 我实话实说我不知道 我要在集合金价上我就知道了 就只要他一开我就知道什么股票能涨停 大概或者说是 不是说一定百分之百涨点 至少我觉得他当天是强的 对吧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看 生意宝 这两个是同样题材都是跨境电商 对吧 生意宝也是的 直接高开的 从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没有什么 到 9点20分就开始 就是高开的 强一路是这样强上来 对吧 高开的 很快描摆 看到吧 如果你能看到这种情况 你就知道 什么股票 不用我提醒 对吧 其实早上我一秒生意宝 我就知道他能涨停 为了他本身有涨停基因 然后一高开我就知道行 这个是送分题 对吧 那你就看一下就行了 你就看一下我大概 你如果想做交易你就知道 日内第一个判断 日内第一个判断 有可能在周末发酵的方向 好 列出来 第二个是什么 昨天强的板块 是不是今天更强 对吧 如果昨天板块 就昨天想买的医药吗 然后什么 这个大电池之类的 早上就落 好 那地产板块 就是有利好的 是不是会反暴更强 那确实他很强 然后再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地产强 其他两个差 对不对 软件也差 医药也差 对吧 那资金必定会有季节 所以你就在早上 大概 我估计要五分钟以内 就五分钟以内 其实用不了五分钟 就五 我看的话两分钟都不要 不要说五分钟了 两分钟都不要 我瞄一眼就知道了 对吧 集合金要开出来 我大概就知道了 什么东西行了 什么东西不行 对吧 那五分钟里面你就能判断到 什么东西强 什么东西弱了 至少有一点 基建的大票 你都能够做到差价 就基建这块 对吧 建筑基建这块的大票 你交建啊 中国中天啊 之类的 你都能够做到差价 五分钟里面嘛 这五分钟了 就五分钟里面 你就能判断到了 所以差价随便做 5%的差价肯定有的 对吧 随便做 所以这就是 对吧 这个是最典型的 我叫我朋友买的就这个 明显放了 昨天说了 你今天肯定不用看了 都是送钱的呀 对吧 虽然它涨的不多 但这个钱是 铁定能装口袋里的 对吧 而且呢 什么都符合 跟大家讲 量符合 价符合 还有什么 第一次MACD战争 临走上方 它会有一到两天回彩 全部符合 没有任何的瑕疵 这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这些就是 市场上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的机会 其他地方没机会 这些我只能 就是只能这么骄傲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理解 对吧 就它你要不断的跟 跟这个市场去抹合 然后 再讲一下就是 有人说 那我尽量还是要做一些 逻辑长一点的 逻辑长一点的 没问题 我说了没问题 你也需要到 等什么呢 等市场到底是 这波反弹的终结点 还是说空中加油 如果它是空中加油 你放心 后面还有得完 那有得完 对吧 虽然我对明年行情 我觉得我不看空的 那有得完就是 后面 成交量只要起来 它会走趋势 大家记得 成交量起来 才会走趋势 没有成交量 整个市场是走不成趋势 走不成趋势 你买早了 你会有麻烦的 对吧 买早了会有麻烦 然后提醒一下 好吧 我就不点个股 我就不点个股 你们看到的那个叫复合铜波 对吧 叫PT铜波对吧 告诉你PT铜波里面还有牛股 位置比较低的地方去找 别去找高的 就之前跟大家讲过 那些高的 那个叫什么 什么位置 2991的 2992保民吧 保民科技 这比较高了就算了 对吧 不是保民没有空间 还是有空间 去找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天券商什么 到处都在推 往往他们一推 就人多的地方 我说了别去 一推往往就要调整 调整量调两天 还会来的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节奏呀 就是这个节奏 不是说我不看好 也有的 其他方向也是一样 如果你在没有 你在没有 这个叫做市场整体成交量的支撑下 第一个市场本身 它就是东一枪西一枪 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 对吧 就很难有持续性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明明有钱赚了 就你已经赚到钱 你不抛对吧 好 过两天哪里亏钱 我心里会很难受 今天就失衡了 对吧 然后呢 它就快速轮 板块轮得很快 一般来讲 一波趋势性的行情 它需要有万亿的成交量来做支撑 能有万亿成交量做支撑的趋势性行情 你是可以持股的 原则上你就是可以大胆持股 对吧 甚至逢低加仓 再持股就是你只要看到主线 那主线方向呢 我也这么讲了 主线一定是要有弹性票 要有中军票 这就是主线 哪怕是未来的大主线 也一定是要弹性票 要有中军票 对吧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能看看的 就是现在能看看 而且我 我很肚定能够让大家赚钱 就是 我很有把握让大家赚钱 就一个基建 就一个基建 对吧 那就行了嘛 就有点像 全中股 全中股你找了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叫基建 我没叫你去买银行 这就是基建 一样的 就像新冬季赛道来了 你不可能什么都买的 上游中游下游 什么都买 你买车也买 银电池也买 银矿也买 对吧 然后是什么电解业也买 你各种各样都买 对吧 你汽车零部件也买 你不可能啊 你没有那么多钱 那你只能做一个分支 只要把这个分支做完就行了 对吧 所以每一轮 我能做的事情 就是每一轮有有行情 有有有有赚钱机会的 这个板块或者说分支 我会跟大家讲 对吧 然后你就遵循我的 跟你说的交易原则来做 有没有中军有没有弹性票 有会做弹性票的做弹性票 不会做弹性票的做中军DC 中所谓的中军DC 所有的中军就是有容量的票 什么叫有容量 就大致进的进去的 在成交榜上能排得上名的 就是在成交榜上能排得上名的 之前你们看啊 以领这就是中军吗 对吧 他能排得上去的 对吧 中国交界能排上去吧 能排得上去的 就是他能够在排 总金额的排名榜上能排进去的 至少排进前二十吧 对吧 好那就知道了呀 中国建筑啊这些对吧 都能排进去了 你看到吧 好 如果是 OK没问题 你就去做 抱你赚钱 抱你赚钱 好吧 所以呢 那 以后可能有机会吧 私下里我们做 线下活动的时候 我再讲 我再教你 怎么用板块跟个股做量化 怎么做量化 你一做量化你就知道 什么板块能涨了 大概我不太会 当然没有百分之一百 就是百分之九十概率可能是有的 是吧 所以你就知道了 我其实方法不在于多在于在于就是你能不能用和用好 这些东西我跟你讲了就是就有点像已经是绝对的进化了跟你说了 对吧 能不能理解要靠你自己了 你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 但我讲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 就是把这些东西交给你 不用去羡慕人家什么 哎呀你看他讲对了 我早知道提前买不用提前买的呀 你你买比你比他买的晚你不见得比他赚的钱少呀 重要的不是你买在之前买在他前面还是买在他后面 而是你能不能赚到这里面的钱 好吧 那今天中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